各位生士们好 我是隔壁小王 如果你有能力让时间定格 你会做什么呢 这部片子的男主就有这种超能力 话说这种设定我在日本动作片里看到过 还都发生在公交车上 所以一听到这种设定我就来精神了 男主名字叫本 是一个美术生还是一个老田狗 女朋友是个小辣椒 本满足不了他 女朋友经常生气 他能动手就尽量不避避 抡起东西就往本的头上扔 你看这杯子都砸碎了 头也是够硬的 后来女朋友就抛弃了他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女朋友就像是喝了忘情水一样 转眼就偷桃 和别的男人好上了 绿帽子扣到了本的头上 兄弟坚强一点 本非常的郁闷 好在有记友帮他输导输导 记友教育他 应该找个新女友啊 有了信的还要救的干嘛呢 想想哪有道理的好 失联后的本觉得生活很没劲 绘画科的模特又懂事老大叔 让人更提不起劲了 本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每天空出大量时间 不知道干嘛 不去搬砖真是可惜了 他还连续好几天失眠 脑子里经常想起 前拥有的画面 想起那天 他在夕阳下奔跑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不得不说确实很好看 后来本还不起某贝 于是应聘了超市的夜工 那儿有他的动心女孩 名叫沙伦 超市的经理光头 长得跟贝索斯一样 说话那打鸡血的劲 就跟杰克马一样 光头面试了他 说 嗯嗯 我们大企业就缺你这种人才 于是本就在超市打起了工 他发现光头其实是个老色皮 老占沙伦的便宜 哎哟 我的小可爱 小沙伦 你今天又迟到了 打你的小屁屁哦 啪啪 本在超市经常发呆 比如看到地上散落的绿豌豆 当进入写生一样观察 你看它是绿油油的 这美丽的颜色 就跟自己的遭遇一样 光头叫醒了本 喂别光处在那看呢 快打扫干净 上班滑水也太明显了吧 本这一秒正打算打扫 下一秒又观察起了女顾客 突然悟到了 艺术的灵感嘛 要来源于生活 我要好好看看 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啪 光头照着本的小脑袋瓜子 就是一下 你呀到底收拾不收拾 你再不收拾 我就收拾你了 在超市工作是很无聊的 好在员工们个个都是奇发 他们有打发时间的技巧 比如沙伦 越是看表越觉得时间满 每一秒都是一种折磨 于是就把表给盖上了 那我比较好奇 为啥要带表嘞 还有其他奇发的员工 用恶奇味来打发时间 或者给女顾客 塞一种长得像吸发水 但功能特殊的瓶子 他们还喜欢在超市 用滑软赛车 本已经连续失眠两周了 他开始有了时间错乱的感觉 人要成仙 必先疯癫 突然他拥有了定格时间的能力 在静止的世界中 他可以随意走动 不被发现 定格时间后 他放飞了天性 脱光了女孩们的衣服 然后化起了速写 小朋友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号 有这个能力 居然只做了这点事 让人想起了 猴子定住西线泳 自己去摘桃了 要是我能定住时间 就生产粮食 全世界不种 然后把自己累死 他全身灌注的化 化完后 给他们整点好衣服 本想起了小时候 自己与性有关的经历 一次是他六七岁时 家里收留了个女学生 他全身磕体的 从浴室回到房间 是一点也不羞气 这是本第一次看到磕体 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 在悄然蒙动 第二次经历是 和机友偷看家长的艺术杂志 发现了有什么东西 在悄然生长 时间回到现在 本的沙雕同事 到处炫耀 说成功约到了沙伦 一起看电影 还春游说 看完电影 带用活动手筒 甜甜圈 哪都是实在必得的 666的 沙雕同事 七七八八说了一堆 搞得本心里有了小舅舅 后来的日子里 本和沙伦相处的熟了 沙伦饿了 会肆无忌惮的 咬他的三明治吃 这可是正大光明的撩汗 本想让时间静止 想停留在 与沙伦相处的这一刻 可他无法停止 只好让此刻变慢 他对沙伦是 越来越动心的 可就是人动心不动 本又回忆起了 小时候的一段异性缘 他喜欢班里的小女神 一次小女神摔戴了胳膊 绑上了石膏 最后取下石膏那天 Amazing 他的胳膊上长满了毛 别的孩子都取笑他 说得像孙悟空 小女神跌落神坛 本想着 这是个抄底的好机会呀 女士安慰他 还和他表白了 这招果然有用 女神 Oh yes答应了 于是俩人偷偷的约会 小女神正准备亲他时候 他却当场 怂了 马上开流 我 我要回家做黄梗膜一提乐 我明天再来亲你吧 小女神说 你信不信 我明天就出国留学 果然 小女神的父母 突然带他去了美国 再也没有回来 时间回到现在 本和机友诉说着糟心事 说杀灵和杀掉同事 去看电影了 就在今天晚上 这让我很不爽的 看完电影 他们会不会一起做 广播体操呢 其友说 小伙子 少操没用的心 多操喜欢的人 爱要有行动 还是要去做 你看我就是一个行动派 虽然次次被打脸 可是一点不可怜 人不风流 我往少年呐 一番教育 本稍微有一点开窍 此日 杀掉同事又过来公开炫耀了 说和杀轮已经成功解锁了 几套广播体操 一番装逼 巴巴说了一对 也不知道真假 这像本的脑子里嗡嗡的 突然光头出了进来 不得了乐 隔壁的同事 要和我们踢足球比赛呀 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维护超市领域的战斗 我们要像决斗师一样 战斗到此 我们的比赛将不休于是 奥利贴 员工们呆忘了光头 我们的被所思 是什么时候杀掉的 足球比赛那天 沙伦也来观看 光头给大家打气 我们要全力以赴 拿下比赛 奥利贴 结果临近结束 踢了个神他们26比0 这个表现 差点就追上过足了 光头说 还有最后一分钟 我们一定要进一个球 这个坚决的任务 就勉为其难的交给我吧 于是最后一刻 光头大力上门 没有打中 沙雕员工不射 年轻人不讲武德 射中了光头的脸 鲜血像泉鼠一样 往外流 员工们赶紧的 把他送往音乐 留下本和沙伦单独相处 于是俩人去咖啡店聊天 本假装毫不在意 其实非常介意的问沙伦 关于沙雕说 和他练起跳的是 沙伦说 当然没有 你当过什么人 那个沙雕 我根本就看不上他好吧 本这才松那口气 俩人还谈人生谈理想 聊得非常开心 本的理想是当个 牛白红红的画家 沙伦的理想 是当个南非的旅行家 嗯 都是可以把人饿死之夜 难怪这俩人这么有功名 按外国人的进度 这个时候差不多 就可以一体练起跳了 沙伦准备亲吻他 本却只是碰了压脸 这就很尴尬了 真的是平时里单身 赵绘版同学们 这是个错误的示范 后来的日子里 本经常定个时间 在超市画画 现在他只画沙伦一人 不同的姿态 全都画了一个遍 光头那边 脸上的伤还没有好 就要开生日趴乐 还邀请了所有的员工参加 沙伦主动邀请本 当他的男伴 还亲吻了本 这一吻还治好了本的失眠 那晚他睡得特别香 直到第二天 一个电话把他吵醒 电话那头 是主办方表示 很欣赏他的画 还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他不知道电话那头 其实是沙雕同事的恶作剧 光头的生日趴如序举行 现场很热闹 人也很多 本作为沙伦的男伴 如影随形天天秘密 可是世界真小啊 碰到了前女友 原来他现任男友的哥哥 就是光头 本在厕所门口排队的时候 又遇到了前女友 前女友是个老绿茶了 趁本不注意 搅拌了他 是不是很有病 不料这一幕被沙伦看到 本立马定格了时间 走到沙伦身旁 想着怎么和他解释 怎么挽回 时间定格了两天 也没想好 我就纳闷了 有这么难吗 恢复时间后 本就去沙伦家的头找他 还没来得及开口 沙伦就口吐芬芳 问候祖宗 女人就是这样 永远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 试炼的本 也不是一无所有 至少还有办法展那件大好事 按照之前电话里约定的时间 本找上了门 结果那个教授说 我可没有打电话给你哦 本这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沙雕同事忽悠了 连马说 对不起有人搞了我一把 可满脸的表情就是 教授我想办画展 教授灵机一动 既然你来了 不如给我看看吧 万一你画的不行 我好让你死心死的比较踏实 结果一看作品 哎哟不错哟 没想到眼前的小伙子 举里举气的 居然画的这么好 于是教授和他约了 一次正式的讨论 画展的事还真给办下来了 画展举办的非常成功 来了社会各级的名流 还有女大佬前来邀请本 办下次展 可是本给拒绝了 说是想要去南非画画 也就是沙伦想要旅行的地方 明明梦想做画家 又要自毁前程 艺术家的思维 真是让人搞不懂 本还邀请了沙伦看展 于是沙伦看到画展上 画的全是自己 情侣滤镜下 都是画笔人美系列 沙伦和本说 恭喜你啊 画的太棒了 本问他 最近过得怎么样 上班都没有看到你了 沙伦说 我要结婚了 搞错了重来 沙伦和本说 恭喜你啊 画太棒了 本问他 最近过得怎么样 上班都没有看到你 沙伦说 我顾得很好 而且换了一个旅行社的工作 本说 那很好啊 李梦想十万八千里 又进了一里路 然后本开始解释 上回被前女友 强行搅拌的事 沙伦倒是很和蔼 没有关系 哪怕你千言万语 也不如话表达得多 从话里 我已经看到了 你满满的爱 感谢你这么的信任 你满了 那我就慢出来了 于是俩人抱着 啃在了一起 本还待着沙伦 一起体验 时间停止的魅力 满天雪花 全停在空中 俩人出来散步 结果抱着啃在了一起 这么动 不会动作吗 本明白了好既有的话 爱要有行动 还是要去做 视频要去看 还是要点赞 感谢各位绅士们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请一键三连吧